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每个人都在奔跑 有的时候我们赶超一些人 走在别人前面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又被很多人超越 其实人生的秘诀就是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速度来生活 不要因为看到别人快乐 或者看见别人慢了 来增加你自己的超重的负荷 所以一个人还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速度 和最适合自己的能量 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佛法界经常讲 莫因迟缓而空耗生命 空空的耗去自己的生命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人都会经历一种过程 那就叫苦 因为苦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 苦有的时候又是 我们对世界的一种感觉 一种感受 最重要的 学佛人要学会 有智慧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最不能忘记的 就是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很困扰自己的时候 要不能忘记 曾经救过你 脱离苦海的人 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我们人最不能结交的 就是在你失败的时候 他藐视你 他唾弃你的人 我们人最不能全部相信的 就是在你成功的时候 说你什么都是好的一个人 要特别当心 所以这些都是要用智慧来看破 所以人最不能抛弃的 就是和你共同修心 共同患难的人 所以一个人说 患难之交 非常的难能可贵 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 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会承受着 不同的压力 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佛的人 就是我们共患难的修心人 所以人最不能爱的 就是不看重你人格的人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当一个人喜欢你的钱 喜欢你的荣誉 喜欢你的美貌 而这种人不看重你的品格 那这些人是最不能让你来接受的人 所以人最重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被欲望所控制 我们人间的欲望会造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为人处事 造成自己的迷失 它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烦恼和困惑 欲望有时候像蜂蜜 加了毒药 这些欲望表面上看起来很甜 实际上它慢慢慢慢地 吐湿人的肝脏 所以很多人对欲望没有一种警惕性 就是因为他觉得很甜 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欲望 不让人很开心的 但是当你进入欲望的时候 你就哭不堪言了 大家想一想 每个人都想买一个房子 大家都在买的时候 你也想买 但是你的经济不行 你那个时候看见那房子 你非常想贷款 一旦当你贷款了之后 你就觉得压力很重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欲望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邪思邪念 所以人的贪欲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劣根性 所以很多人说人有劣根性 劣根性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贪欲 你的欲望 所以每个人都想过一个随心所欲的日子 但是随着自己的心 随着你自己的欲望的增加 这个随心所欲 这个欲望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大家想一想 哪一个欲望不给你带来困惑和烦恼 其追求钱的人被钱最后弄得家破人亡 追求情的人最后被情伤害 其追求名誉的人最后得不到名誉 对自己造成无限的伤害和惆怅 还会影响你的一生 甚至当你得不到你的痛苦 还会影响你的来世 所以因为欲望它是无止境的 你只要有欲望 它就没有停止的时候 多了还要多 好了还要好 不能满足的贪欲 就是永远会造成你心里的那种痛苦 和心灵方面的折磨 你去看凡是一个人有欲望的 他的心念一定有所然 有欲望就是被揽着呀 人很可怜的 整天想着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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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想着只要这个东西买下来了就好了 只要这个感情得到了我就好了 其实不会好的 不会停止的 所以师父的作用名 大家都知道 无欲自然心如水 所以师父要大家不要有欲望 水就是你的心 平静如水 平静如水 不去贪 就不会去称恨 不会恨别人 你就不会做出愚痴的事情 所以我们做人要想得通 要懂得什么叫佛理 佛法 要明白一切的欲望 只是暂时的 对你人生的一种迷幻的境界 叫迷惊 因为你有欲望了 你就迷了这个境界 所以是引诱我们凡夫俗子的心灵的迷失 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讲 欲望很害人的 因为你心灵的迷失 你多了还要多 好了还要好 你就会走上贪然无法 自拔的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给你带来的叫困境 如果能够把握好智慧 你没有欲望 你心中想到人间 一切都是虚幻 因为再多的快乐 它也会没有 因为再多的享乐 它也会终究会离你而去 所以你就看看自己眼前的 你就很知足 你就长快乐 所以你就不会受到欲念的诱惑 所以我们为人处事 不要受到红尘的欲望所染 要记住 永远记住 刚刚学佛修心的那个初心 初心很重要 前几集 师父也跟大家讲了 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就犹如一个老年人 虽然老了 但是他的精神上 他永远想到 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拥有过的抱负 和满怀的希望 这就是维持他生命的一种源泉 所以有些人入世已久 在这个人间 看见别人都是贪嗔痴慢一样 然后自己又受了一点挫折 艰难困苦 自己经受过了 慢慢的心中受的污染 性格变坏 贪恋的红尘 让自己本来非常爽直的性格 变得越来越虚假 不敢说实话 为了使自己变得人缘好 然后呢 人变得完全是一个假人 所以假人就会假意 假心就会变成假人 人就会变得不坦然 不坦白 就会活在世界上 明明知道是对的 他会说成不对的 明明是不对的 他会扭曲心理 来承受人间的挫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人心的转换 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 很多人总以为 社会的环境影响了我 很多人说 其实我蛮好的呀 社会环境呀 大家都这样的 别人怎么样 别人怎么样 实际上 从佛法界讲 环境不能影响我们的 环境影响不了 因为你自己呀 因为你自己的修养和你的造诣 和你的根基不足啊 是你自己的精神 离开菩萨的境界 太远太远了 所以你才为境界所转 所以我们的精神 如果活在菩萨和佛的境界 你不管碰到再复杂的时代 再复杂的环境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人啊 就不会被外境所影响 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 卢卢不动 这就是鲁世道三家所讲的 一个人的修养和他的本来的初心啊 所以最初的心理状态 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初的心理状态 是人最纯洁 还没有受到外界污染的情况下 人的心都是光明磊落的 坦白纯洁的拥有一颗佛的心 那多好 就是道家老子所讲的 如婴儿乎啊 就像一个人纯洁 像一个婴儿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婴儿 因为婴儿他非常的纯洁 所以像婴儿一样的纯洁 我们说一个人不管是出家还是居士 修行的路都是从凡夫开始修 然后修到成道成佛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从凡夫修子开始转变你的境界 来脱离红尘的污染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非常不容易 学佛一年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仗着佛卖钱 越修越远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保持永恒的初始性 因为我们的心念必须纯正你才能成佛 所以师父为什么对你们这么严格 就是要你们保持纯洁的心 你出家的人要像小孩般的纯洁 你没有出家的人也要像孩儿般的纯洁 你这个时候成佛有余 你不要以为你成不了佛 所以很多人经常讲 成佛很难 佛离我们很远 其实说佛离我们很远的人 因为你的心已经离开佛很远 有些人说佛就在我们身边 我最近怎么感觉佛就在身边 他在管住我们 你成功了 因为佛离你越来越近了 护法神离你越来越近了 菩萨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你成佛的机缘就越来越近 如果你这个人整天没有人管 你整天感觉 我什么时候能修成啊 我什么时候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到心灵净土世界 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心已经离开了佛了 所以佛经上讲 初发心 即成正等正觉 大家想一想啊 初发心啊 就是我们说本性 当你刚刚开始修行的那一颗心 那就是成了正等正觉啊 光明星啊 所以佛说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人的第一个念头 是看事情是看得最清楚的 刚学佛的时候 我们看问题是看得最清楚的 我们看清了道路和方向 我们成就了菩提 我们心中有佛 然后慢慢我们拥有了菩提心 再修 我们就能修成佛道 所以最初的那个出家心 那个想一事修成的心 想离苦得乐的心 就是那个求佛之心 那才是真诚永恒的 如来之心 原来的信仰 看看我们修到后来 人越来越懒了 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把什么事情都往人家身上推 碰到不好的事情都是别人 让你这么做的 找出千种理由 万种理由 哪怕对自己的父母亲 对自己的小辈 只要有那些杂念 你永远觉得你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你连出始心都没有 所以你就离正等正觉 越来越远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做人做事 其实也是一样 很多人开始 对菩萨又是磕头 又是膜拜 几年下来 初始心不见了 恭敬心不见了 对师父也是啊 刚刚来的时候 哎呀师父啊 尊敬的不得了 慢慢时间长了 游了 越来越游了 尊敬心不见了 所以我们学博人 要念念菩提宗啊 生活一年到几十年 都是念念菩提宗 要鲁鲁不动 佛在心中啊 所以学博最初的 最基本的一个念头 那就是不忘初心啊 所以师父要你们不忘初心 就是最初的一个念头 也是你最后得到的 一个念头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能有始无终啊 要有始有终啊 学博到后来 不能把最初的一念善 和一念成佛的心 给修掉 给丢掉了 给找不到 所以你就永远得不到 学博的基础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这个学博如初 成佛有余 学博人不管学多少年 就像初始心一样 你成佛一定有余 我们一个出家人 要出家如初 成佛有余 我们一个在家居士 要修心如初 成佛有余 就是讲 不管一年到几十年 我们要像第一次的念经 那么的诚恳 第一次拜佛的那么感动 那你如果拥有这个心 你早就修成了 诚恳的决心 不是你用语言 可以表达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 修行到后来 跪在菩萨面前 他是用的 那颗诚恳的心啊 那是一种 无上菩提的 智慧之心啊 那用不着跟菩萨 讲很多话 他心中充满着感恩 才能让你成佛有余啊